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主播杨柳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来自于作者刘娜 网课一个月 多少父母正在把孩子变成仇人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人世间最难搞的两种关系 一种是亲密关系 一种是亲子关系 这个疫情肆虐的春日 即民政局工作人员发出离婚预约爆满的惊叹后 因为网课摇身变成班主任的重家长 也不断地发出 再不开学 不是我王就是娃蜂的哀嚎 这绝对不是玩笑话 3月3日 石家庄一小区 因为孩子是懒叫 不想上网课 上课也总是抓耳挠腮 左顾右盼 家长忍不住 一大早训斥了挖几句 谁想到 这个孩子竟然一怒之下 跳了楼 家长惊恐地抱了紧 跑到楼下抱着受伤的孩子痛哭 彼此明明相爱 缘何这么相待 3月6日 上海妈妈刘女士 在家辅导孩子上网课写作业 她让娃认真严肃 娃飞自由散漫 她期待娃勤奋努力 娃偏要马虎偷懒 绝望之际刘女士跳河轻声 消防人员迅速赶到河边来营救 刘女士哭着说 不要救我 我太累了 她 是她自己生的娃 就希望我去死呀 山川异域 风月同课 起月无门 女子同学 母子成仇奈何网课 违盼开学 让我能活 表面看来都怪疫情之下 网课作妖 苦命的中年父母 和叛逆的神兽魔娃 在一次次冲突中 陷入无法调和的冲突与厮杀 但说句得罪人的话 作为特殊时期的教育方式 网课没有罪 但每个问题少年背后 都有一个或一对问题父母 不管父母成不承认 而每个问题父母的背后 都有一个或一堆教养误区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孩子吗 我们明明爱她 她为什么越来越恨我们 我们期待她越来越好 她为什么非把最坏的样子 给我们看 我们把一切都给了她 但最终 为什么成了她的仇人 作为一个满腹心酸时的老母亲 我和娃斗智斗勇的过招中 得到了不少教训和血泪 先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看见亲子关系的 这五个真相 就避免余生无数哀伤 一 被爱 每个孩子生而应得的礼物 每个小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时 就对周围的磁场和环境 已非常敏感 所以每个人从孩童时代起 最需要的两个礼物 就是归属感 也可以说是安全感 和确认自己的重要性 简而言之 就是被爱和爱的需求 我之所以把被爱放到第一位 是因为一个人只有感到被爱 才能有爱 然后才会去爱 所以 每个孩子六岁之前 父母的陪伴 照顾 抚摸 亲吻 一遍遍用言语和行动 重复给孩子 我爱你的信念 言传声叫传递的习惯 认知 契约和精神 是孩子一生 用之不尽的 爱的礼物 幸运的人 一生都被童年治愈 不信的人 一生 都在治愈童年 不少家长肯定会反驳 抱歉 我做不到 我要养家 要加班 要经常出差 要外出打工 要为生计忙得连轴转 我实在抽不出空 陪孩子 理解 人生时苦 我们都没有分身之数 但是从不说假话的我 以自己和一百名 或更多孩子交流的 实际情况来看 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 不一定会憎恨父母 但和那些 有父母陪伴的人相比 他们的成长 会艰难很多 他们没有在一个 安全感充足的环境里 被充分 而毫无保留的爱过 所以他们不确定 自己是否值得爱 也不自信 别人是否会真的爱自己 但对爱的渴求 会让他们陷入 第二个误区 二 导弹 孩子向父母 发出的求助信号 把三个儿子都送进 斯坦福的陈美玲 曾反复强调这么一个 教育心得 不管任何时候 只要他的孩子 和他交流自己的想法 他都会马上 停下手中的事 倾听和回应 哪怕他在清扫 在做饭 在工作 在忙天下人看来 都特别重要的事 但他觉得 这都没有孩子 那一刻的发问 更重要 如果家长习惯了 对孩子的需求 和感受敷衍 那么很快就看穿 这一点的孩子 渐渐就不会再和家长 分享自己 他们会在受伤和忽略中 认定自己是父母的累赘 不配得到父母的重视 关上自己的心门 总有六岁到九岁的 孩子家长求助 孩子特别调皮捣蛋 好像有多动症 或者孩子越来越不自信 胆子也越来越小 其实前者 不过是通过 不停制造事端的方式 让家长重视自己 而后者 不过是用拒绝沟通的信号 让家长反思 之前的漠视 所以 当你的孩子不再听话 或过分听话 其实都是在向你发出 求助信号 看见我 听我说 到我的心里来 我有很多困惑 想让你帮我 三 叛逆 父母权力失控的 替罪羊 心理学家 曾祁风老师 说过这么一句话 没有叛逆的孩子 只有叛逆的父母 每个叛逆的孩子背后 都站着一个特别爱控制的父母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 他身为一个独立人的愿望强烈 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做好 而吃过很多亏 也看透很多事的家长 从经验出发 很想把自己人生的经验和教训 通通告诉孩子 并去证明 所有的一切 都非你想的那样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孩子是错的 家长就会采用 打击 否定 控制的方式 从嫌恶语言 到粗暴行动 不停向孩子灌输 你还小 你狗屁不懂 你是错的 但一张纸 和一只蝴蝶的区别 就在于后者 从不任人摆布 渴望长大的孩子 并不会因为家长的控制和恐吓 而放弃去实现自己想法的可能 很大程度上 他们为了反击父母 故意按照父母说的反着来 叛逆 就这样诞生 叛逆的表现 是不愿失控的父母 和渴望独立的孩子之间的 权力斗争 叛逆的误区 是父母从自身 想当然的经验出发 以屏蔽危险的方式 阻挡了孩子体验人生的可能 但父母们偏偏忘记了 孩子的成长 不来自父母的说教 恰来自自己的经历 体悟 和由此带来的行动 其改变 所以 缓解叛逆的最好办法 不是当一个大包大揽 什么都替娃做的父母 也不是当一个甩手掌柜 任娃自己 瞎扑他 而是当一个 卖甜的守望者 远远看着 在孩子需要时 你伸出一双温暖 而有力的大手 告诉孩子 你不必复制父母的人生 但你值得用自己的汗水 浇灌出一块 不一样的麦田 四 复仇 坏孩子 惩罚父母的阴谋 我还在报社 当政法记者时 写过一些案件特稿 这些稿子中 不少和少年犯有关 记忆犹新的是 采访中 不管是警察 检察官 还是法官 在谈到少年犯的问题时 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病根 在家庭 后来我读了一点心理学 几乎每周 都给那些 跌进黑洞的孩子回信 也得出了 这样一个结论 很多孩子 在复仇 感觉不到父母爱 或者一小 不被父母爱的他们 为了报复父母的不爱 冷落 控制 抛弃或虚伪 通过反复做父母最害怕 最讨厌的事情 来激怒父母 直至走上显途 比如逃课 逃学 犯法 犯罪 自残自杀 甚至杀人越祸 他们企图通过极端行为 来控诉父母 但最终毁掉的 是自己 整个人生 五 无能 人世间最惨痛的惩罚 一段关系 不管是夫妻关系 还是亲子关系 最糟糕的状态 从来不是争吵和较量 而是发自内心的 冷淡 一个孩子 如果自幼不被爱 成长中 发出的求关注的信号 又被一次次默示 用叛逆向父母 发出呼救时 又遭到强力镇压 复仇不成 又重新沦入控制之中 他最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式 在丧失一切热望后 破罐子破摔 变成一个废物 给父母看 所以 我的心理学老师说 反抗的孩子 从来都是好孩子 最让人担忧的 是认定自己 一无是处后 对人生绝望 打心眼里 厌恶自己 认为自己是个废物 浑浑噩噩 不断沉溺 直去周围所有人 都放弃他 那么 这个人见人烦的巨婴 又是如何沦落至此的呢 我从不赞同所有的问题 都怪原生家庭 每个人都应该有成长的意愿 成长不足的人 才总是拿今天的不如意 重提昨天的 被伤害 但我想提醒自己 还有更多的父母 如果 我们的教养 一开始就出了错 那么 征战的亲子关系 会让我们的孩子 成长 变得格外艰难 幸福变得更加遥远 虽然这世上 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 没有完美的父母 也没有完美的孩子 但爱和被爱的需求 会引领我们去学习 去反思 去改变 去突破惯性的后减 历经疼痛和蜕变 拥抱新生 走向新生的路 最早开始于孩子出生时 其次 是现在 一 尽量给予足够的陪伴 在孩子幼小时 毫无保留地爱他 接纳他 引领他 陪伴他 允许他是他自己 不必做父母 或者是别人的翻版 哪怕普通 也没有关系 不用自己的精力 评判他 让他在自己的探索里 拥抱真实的体验 二 听见孩子的呼救 听见他的求助和呼救 给予他温暖 而有力的支撑 诚实地告诉孩子 你在他这个年龄时 有过同样的客户伤痛 做得未必比他好 但最终 还是选择相信自己 孩子从来不喜欢高高在上 但一直欢迎感同身受 三 放弃封建家长的做派 父母的威信 从来不来自说教和抱你 而是言传身教的温度和深度 在重访童年中 放下身段 捧出真心 让孩子成为你的引路人 至于自己 突围原生家庭 结束不幸的遗传 四 尊重一个人 教育的入口 一直是 也永远是 尊重 尊重是如实地看见 他的独特和残缺 是关心他的伤痛和困惑 是真实地和他交流想法 是像尊重任何一个大人一样 尊重他 看见你的孩子 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附庸 让他在被看见里 变得日益勇敢 而自爱 没错 唯有爱 是最后的出路 也是唯一的救赎 与朋友们共勉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你收听 读者 我们下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